中俄空中联合巡航 未进入他国领通 为何牵动一些国家的小心脏 日本牵头美日奥德加五国军舰 云集菲律宾海能掀起多大风浪 究竟发生了什么 五角大楼要按下美国全球核潜艇暂停舰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李彤彤 在今天的演播室当中 还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 滕建群先生您好 您好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 魏东旭先生 欢迎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近日中俄两国是在日本海 和东海上空 举行了联合巡航 这个举动引发了日韩的高度关注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日美加德澳 这五个国家呢 是在西太平洋展开了联合的军演 正式和来头都非常的大 那么此外呢 前不久在美国的潜艇 发生了海底撞山事件之后呢 这个事件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 那么这些举动 到底会给亚太的局势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展开讨论之前呢 首先进入本周的媒体 廖望台 小叶 好的 通过央视网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媒体对于这个事件 最热门的五条评论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条 美国《福布斯》杂志刊文称 美国海军计划在未来十年 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一些老旧的核动力 攻击潜艇即将大规模退役 这些核潜艇在服役了 30年或35年之后 其停体和反应堆已经磨损严重 这可能会使美军的水下部队 损失巨大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近日 日本密集炒作中国舰艇 在日本周边海峡活动的信息 对此 环球时报引用专家观点指出 日方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 依在为突破和平宪法 增加军费找借口 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 旨在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并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 日本不要做贼心虚 再来看第三条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用专家评论表示 日本正成为美国对中国 在南海地区搞军事压力的走卒 由于今年以来 美日两国多次在南海 进行双边或多边联合军演 所以此次美日反潜演习 可以说是两国搅局南海事务的 一个延伸 继续来关注下一条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发文称 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同意 在未来五年内扩大军事合作 此举将促进两国在联合巡航 和军事演习方面的更深层次合作 文章引用俄国防部发言表示 中俄2021到2025年军事合作路线图 将其中于加强战略军事演习 和联合巡逻方面的双边合作 最后来关注 《环球时报》引用军事专家观点称 中俄两个大国军事部门之间 保持常态化沟通 对于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 是有益的 而且这种沟通符合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作为大国 中俄也对外展示自身 有能力 有责任 有义务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决心 以上就是媒体要望台的全部内容 彤彤 日前中俄两国的海军 是在日本海和东海的上空 执行了联合的巡航 那么这此期间是不针对第三方 也没有进入到任何国家的领空 但是日本方面却派出了战机 进行所谓的紧急的应对 那么相关的情况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中俄两国国防部19号联合宣布 当天双方空军为亚太地区组织实施 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中方派出两架轰6K飞机 与俄方两架图95MC飞机联合编队 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组织联合巡航 飞行期间两国空军飞机 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 未进入其他国家领空 此期中俄两军开展的第三次 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旨在进一步发展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提升双方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 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 不针对第三方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就此次巡航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巡航飞行时间超过十个小时 在某些航段 日本航空自卫队还出动了F16和F15战机版飞 俄卫星通讯社19号 还援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声明表示 中俄巡航军机当天一度飞入 韩国防空识别区 并未侵犯韩国领空 我们注意到这次的巡航 已经是中俄之间第三次联合巡航了 跟前两次相比的话 这次的巡航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认为是兵力对等 而且是深度融合 那么俄方是派出了两架图95MC这种轰炸机 我们中方是派出了两架轰6K轰炸机 俄方也派出了双发重型的战斗机 以及A50的预警机 这种空中的轰炸机的联合编队 进行了相关的掩护和护航 也就是说在相关的区域内 是有带刀保镖的 那如果是从战术和战略上来讲 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 还是在后冷战时代 俄罗斯的空间军 它的这种战略轰炸机部队 那么在这种远程飞行的过程当中 那么它会和北约的一些战机 包括美国盟友 以及美军的军机 会出现很多的遭遇 那么在这种相遇的过程当中 如何应对 采用怎样的这样的一些战术动作 包括有哪些兵力 要为轰炸机去进行掩护 去进行这个护航 俄罗斯方面非常的有经验 那么在这种联合训练的 这个过程当中 俄方的一些经验 也会和我们进行相关的分享 与此同时呢 现在呢在西太原地区 美国包括美国的盟友 有很多挑衅性的动作 那么中俄两国空中力量的 这种轰炸机部队 这个进行这种联合的巡航 那么也可以有效地震慑一些 这种挑衅的势力 更好地去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中国的这个联合巡航 它是不针对第三方的 而且整个过程期间 其实也没有说 飞到其他国家的领空 但即便是这样 像日本啊韩国啊 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 他们紧张在哪里 担忧什么 有关国家确确实实 最近一段时间呢 在东北亚地区搞鬼 搞一些小动作 那么他们心里边 确实对于中俄两国 能够联手 特别是战略轰大机出来 来进行这种联合的巡航 他们感到了确实是焦零 因为美国要跟中国战略竞争 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呢 也跟着起哄 所以呢 他们心里是有鬼的 日本现在有这个 充当马前卒的强烈的欲望 现在中俄两国的战略轰大机 出来进行联合巡航的话 那么它更是 一个希望冲在最前边 向美国表公 这个来说的话 有日本自身的考虑 在这次的中俄联合的巡航当中呢 俄罗斯方面呢 是派出了图95MC飞机 那么图95MC到底有什么样的性能 有哪些优势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 有请小叶带来介绍 小叶 好的 本次和我空军 进行联合巡航的 是俄罗斯两架图95MC战略轰炸机 图95MC是在图95家族的 图142反潜巡逻机的基础上 研发的一款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 俄军之所以派遣图95MC 参与此次巡航 与图95自身性能优势密不可分 首先 航程远 图95家族诞生于洲际弹道导弹 还不成熟的20世纪50年代 目前的图95MC 基于图142反潜巡逻机的机体 机上共有8个油箱 可以装载8万7千千克的燃油 这使得图95MC 有着高达1万公里的航程 在历史上 图95就曾经执行 外号东京急行的巡逻任务 1979年起 图95会在每周三 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起飞 进行对日本第一岛链的巡航和监视 并一直飞到越南金兰湾 其次 飞得快 与传统飞得慢的螺旋桨飞机不同 得益于四台NK-12MP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和AV-60N对峙四叶螺旋桨产生的 四乘一万五千马力的功率 图95MC的最高航速可达每小时830公里 巡航速度也不低于每小时700公里 最后 武装墙 295MC作为295家族中的巡航导弹轰炸机 可以挂载8枚射程高达5500公里的 KH-101巡航导弹 这意味着295MC可以在任何防空武器 乃至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外 发起攻击 在使用射程2500公里的KH-55巡航导弹时 除了机翼下挂载的10枚导弹 其机身的弹舱内 还使用了MKU-65旋转式发射器 其上最多可挂载6枚导弹 此外 该机同样具备核打击能力 可以挂载KH-102核巡航导弹 2017年 图95MC就挂载了KH-101巡航导弹 在IL-78加油机的支援之下 航行7000公里后 对叙利亚的极端组织发起了远程打击 本次俄军使用图95MC参加此次中俄联合空中巡航 不仅是展示中俄两军互信 更是利用图95MC的超大航程 进行远距离奔袭作战训练 同时也是对外界展示 俄空军在新时代的战略威慑能力 彤彤 中俄之间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空中 在最近都是举行了一个高密度的联合的军演 那么接下来 比如说中国之间还会有哪方面的合作 可以进一步地去巩固地区的安全形势 我们在这种信息交流和这种情报的合作方面 可以说也会变得更进一步 比如说在这种相关的运载火箭发射方面 甚至包括弹道导弹的测试方面 我们有相互的这种通报机制 在这种联合演习 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 两军之间的这种互信还可以进一步地增进 同样也可以共同地去展示 我们威慑或者是震慑恐怖势力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在中俄结伴维护地区安全的同时 一些国家也是不远万里 来到了中国的周边大搞军事演习 在日本的主导下 我们看到近期包括日本 美国 德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五个国家 是来到了菲律宾海来举行联合演习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要通过短片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官方网站 21号发布消息称 从当天起到30号 来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 德国 日本和美国的海上部队 在菲律宾海举行多边联合演习 内容包括海上通行 反潜作战 空中作战 海上补给 跨甲板飞行和海上封锁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表示 本次演习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的 年度海上演练活动 来自世界多地的海军部队 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 美国海军此次参与兵力 包括卡尔文森号航母 上普兰湖号导弹巡洋舰 斯图尔达克号驱逐舰 以及拉帕汉诺克号补给舰 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还强调说 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上 搭载有CVW-2舰载机连队 其中包括一支F-35C战斗机中队 还配备有最新部署上舰的 CV-M22B鱼鹰运属机 从这个演习的规模 包括演习的地点 包括演习的这个目标来看 您觉得这个军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显然是美国主导的 或者说美国幕后进行策划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 把他的全球的这个盟友 集中到西太平原地区 拉帮结伙去打群架 而且呢这样的一场演习 我认为他具备很强的进攻属性 比如说像他的卡尔文森号 核动力航母 一定是演习当中的 一个主要的进攻作战平台 上面已经配备F-35C 这种隐身化的舰载机 那么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 进行空中的偷袭 或者是秘密的突袭 那么他盟国的一些这种水面战舰 像驱逐舰和护卫舰 也在周边构建起更大的 这种反潜的警戒圈 那么航母处于一个 非常安全的状态 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进行军事挑衅 这五个国家在举行联合军演 但是是以这个日本来作为主导的 这个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应该说是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是美国应该现在 在美国躲到幕后 作为一个操守 那么现在已经成了 拜登政府对外政策 或者是拉拢盟国政策的 一个重要的选择 美国想着把日本这样一些国家 推到最前边 从日本角度来说的话 他也知道美国这一轮的 所谓的在这个印太地区 进行大国战略竞争 应该是日本的一个契机 他也想着借这个美国之手 把中国压下去 那么他这样的话 他可以继续在东北亚地区 发挥他的这种所谓的领导作用 或主导作用 日本也愿意 也愿意借美国这个大船来出海 那这一点来说的话 其实美国还是这场演习的总导演 在日本牵头的五国的联合演习当中 反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习项目 那么日本的这个反潜能力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有请小叶 为大家带来介绍 小叶 好的 二战时因为美国潜艇的封锁 日本遭受了沉重打击 战后日本痛定思痛 决定重点发展反潜能力 发展至今 日本反潜能力号称世界第二 但并不是没有弱点 我们来看 首先反潜导弹射程短 日本海上自卫队多数舰艇 不仅配备了性能先进 功能齐全的舰壳声纳 和拖液声纳等探潜设备 还普遍装备了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十数枚或两座三连装 324毫米反潜鱼雷发射架等攻潜武器 不过该反潜导弹的射程较短 只有22公里 而有的潜艇装备有超过 400公里以上的反潜导弹 可在阿斯洛克射程之外 从容发动攻击 并不会遭到反击 我们再来看 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反潜的主力 是反潜巡逻机 P3C反潜机最多时有103架 正逐步被P1反潜机代替 P1性能优于P3C 但是该机服役之后问题频发 2019年日本媒体报道 曾有一位日本自卫队 退役军官爆料 交付给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大约20架P1反潜巡逻机中 可经常飞行的只有两架 其妥善率不足10% 最后来谈 潜艇部队盛名难赴 2016年 清程号潜艇卸在鱼雷时 把鱼雷调到了海里 2019年 仓楼号潜艇执行任务时 与货轮相撞 潜艇右旋围翘舵被撞断 通信手段全部受损 艇上人员在事发后 只能依靠手机与上级联络呼救 据要指出的是 日本潜艇主要作战任务是 航道封锁 伏击反舰和破坏交通线 而非反潜 彤彤 澳大利亚 德国 还有加拿大 尤其是德国加拿大 离得还是挺远的 那他们到底来这场军演当中 图的是什么 首先呢 加拿大和德国 他们参与联合军演的 这个目的差不多 主要是来凑数 因为美国在它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当中 拥有比较强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 有的时候呢 让它的盟友来 他们是不得不来 澳大利亚不一样 澳大利亚我认为 它是要真心地介入 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些敏感的问题 而且它会紧跟在美军的身后 去进行这种真正的联合作战 美国的军事力量呢 是在全球的奔波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碰上一些麻烦 比如说10月份发生的 康涅狄格号的核潜艇 在海底撞山的事故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随着这个事故调查的 这个不断的深入 我们看到现在呢 美国海军的核潜艇部队 得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命令 那就是暂停航行 相关的情况 我们还是要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美国军事时报网站近日报道称 在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 上个月发生撞山事故后 美国海军潜艇部门 下达了航行暂停的命令 但潜艇部队的官员解释称 与之前的水面舰队停航 或是航空兵部队停飞不同 这项命令不会停止 美军所有的潜艇活动 此外 美海军潜艇部队发言人 保罗马卡帕加尔少校表示 潜艇部队的成员将 复查导航规划 作战 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程序 同时吸取 康涅狄格号核潜艇事故的教训 他说 航行暂停只是短期的 但并未提供具体时间表 也拒绝公布 这份联合同胞的具体内容 称其中某些部署属于机密 此外 参与发布这一命令的 美国潜艇部队指挥官 威廉休斯顿中将 也于日前表示 美国海军知道发生撞山事故的 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发生了什么 正在努力让舰队了解到这些教训 不过有报道指出 尽管调查已经完成 但美海军第七舰队 依然拒绝透露 是否会公布相关调查结果 据了解 美国海军目前拥有 多达66艘核潜艇 包括洛杉矶级 海狼级和弗吉尼亚级 攻击核潜艇 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其中超过半数 都部署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 有分析指出 即便航行暂停 不会让整个美国潜艇部队停摆 也会对其战备能力 构成相当程度的影响 这个暂停航行 比如从军事角度来讲 它意味着什么 这说明康涅狄格号 在水下的这个相撞事故 所产生的影响 应该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相撞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美国的海军的工程师 包括一些维修人员 可能要对于他的反应堆的 这种可靠性 包括他的这个安全性进行评估 如果说评估有问题 那么就不仅仅是一条 这个攻击性核潜艇的问题 可能类似的 或者是同型号的 这种核潜艇上的这个核反应堆 可能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所以必须要全部的停摆 在港口和码头 进行这种安全检查 进行维护 甚至不排除 要进行技术改装 比如说让他的核反应堆的 这种抗冲击的能力 要全方位的提升 要防止出现内部的这种核泄漏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核污染 这说明康宁迪戈号在南海 发生水下相撞事故之后 美国海军方面 应该是有意地隐瞒了真相 或者说有意地隐瞒了 它可能会对环境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负面影响 这同样也说明 美国海军的这个核潜艇 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这种水下的挑衅行动 不仅玩残了自己 那么对于全世界的 这种海洋环境的安全 也是构成了极大的隐患 到目前为止 其实美国官方公布的 关于这个核潜艇 在海里撞山的这个信息 和细节特别特别的少 他们这么保密 或者这么故意低调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管撞哪儿 怎么撞的 有没有核泄漏 有没有对海里的生态环境 造成破坏 我相信美国不会 做出任何的公开的报道的 或者报告的 美国确确实实在加强 在南海的水下争夺 它不公布相关的情况 主要还是要隐藏自己的 这种作战或者部署方面的调整 或者是潜艇使用方面的 一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这点来说的话 应该这个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毕竟我们在这个地区呢 有我们的这个利益 事实上呢 美国的潜艇停航 和美国的战机停飞 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 有请小叶为大家带来介绍 好的 大规模的对技术装备 进行停飞停航 在美军中并不常见 在美军过去的例子来看 通常有两种情况 会导致美军进行 大规模停飞停航 首先第一种 人员问题 2016年美国海军高层 下令海军所有固定翼飞机 和直升机停飞半天 接受全面的安全评估 此举直接影响美国海军的 3800架飞机 和数千名海军航空兵 美海军的声明指出 做出此决定的原因 是为加强人员安全管理 而在2017年的8月 由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在不足一年时间内 四度发生撞船事故 导致逾20人死伤 美海军下令 在全球范围暂停海军行动 而有美国媒体指出 撞船事故主要的原因 不是技术问题 因为先进的驱逐舰配备了多部雷达和通信系统 不至于看不见 探测不到 规避不了一艘行驶缓慢的3万吨庞然大物 因此美军的停航更像是为了整顿舰艇部队的人员 第二种 安全隐患 相比于人员训练方面的问题 技术故障导致的安全隐患 使美军更大的威胁 在拥有较多技术装备的美国空军中 多款装备都出现过 因技术问题集体停飞的案例 据不完全统计 这个名单包括美军F-15 FA-18 F-22 F-35战斗机 以及B-1B战略轰炸机 例如 F-22在飞行中曾出现严重的供养系统问题 飞行员驾机在空气稀薄的高空飞行时 机载供养设备居然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 导致飞行员因缺氧而失去意识 这直接导致了2010年11月 一架美军F-22的坠毁 此后美军不得不暂停F-22的作战任务 并且把训练飞行高度限制在25000英尺 因为在这个高度 要是飞行员呼吸困难 还来得及把飞机降到氧气充足的高度 而美军B-1B的问题则更加严重 今年4月 美军860-104号轰炸机降落时 发动机的燃油泵固力气外壳 出现了一个大洞 以至于B-1B着陆时 拖了一大片燃料 这迫使美军停飞全部的B-1B 进行全体检修 彤彤 现在这个潜艇的事故已经出了 所以它会不会接下来 影响美国在南海政策 比如战术战略上的一些调整 进而去影响亚太局势的变化 首先康涅迪克号核潜艇 在南海出现了水下相撞事故之后 美国核潜艇的部署 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核潜艇 都是处于这种静止的状态 或者是完全的不执行任务 像美国海军的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它是处于战备值班状态的 它的三叉戟前射弹道导弹 也是处于随时被激活的 这样一个状态 除此之外 有一些攻击型核潜艇 本来就是在执行任务 比如说在南海 包括在西太平原地区 针对一些大国和军事强国 进行水下的监听 或者是进行这种 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慑 他们也不会轻易地 脱离自己的任务 所以对于相关国家而言 对于美国的核潜艇 还是要警钟长鸣 保持这种相关的警惕 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完善 自身的这种反潜的实力 无论对方出动怎样的 这种型号的攻击型核潜艇 在什么样的区域 去搞一些水下的小动作 我们都要保证自己 能够听得清 看得见 从现在来看的话 加强在我们周边的这种围堵 已经成了美国跟我们进行 所谓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主要来自于海上 重中之重是南海 而且南海它不当然是军事上 有所的一个体现 它在外交上也同样体现得 非常的明显 但是南海周边国家 并不一定会选边战队 毕竟我们看到 东盟国家对于在大国竞争 怎么样保持相对平衡 相对稳定的外交关系 现在是他们的首选 即使像菲律宾这样一个 传统的美国盟国 它也不会选边战队 它更多的是希望跟中国 跟美国保持一个平衡的关系 这样的话才能够 保证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保证他们的国家安全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除了在军事上有所准备 那么同样我们在外交上 在这个其他各个领域 同样也要加强跟东盟国家的合作 从而保证这个地区的稳定 这个地区稳定了 我们就有这个时间 我们就有精力发展我们自己 美国不仅要关心 本国的核潜艇问题 其实还要关心这个核潜艇撞击事故 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恶劣的影响 而要想治好核潜艇的病 美国恐怕要先治好自己手 伸得太长的这个病 一些国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秀肌肉 而中俄两国则是在自己的家门口 来举行联合的巡航 到底是谁在维护地区的 和平稳定和发展 恐怕答案已经是显而易见了 好 赶紧收看本期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